慢性腹睪炎 慢性腹睪炎呢 一个方面呢 是因为急性的炎症呢 为彻底治愈呢 牵延而来 也有的呢 没有明显的急性期 就是一个轻度的感染呢 反复的发作 慢性腹睪炎 对于症状比较轻微的 不明显的 我们可以呢 就是首先以调整生活的状态 可以在等待观察的同时呢 给一些局部的处理 比如说抬高阴囊啊 局部的服帖呀 还有理疗啊等等 来缓解这样一些症状 而针对于那些症状 很明显的疼痛 比较重的 或者说经过一些 自我的调理 一些措施不能够缓解症状的呢 病人呢 由于患者的一些要求 也可以呢 进行复稿呢 切除术 因为慢性复稿炎 往往有很多的一些病发症 所以在临床当中 积极的查找原因 来发现一些原发病 比如说前列腺炎等等呢 也要及时的处理 慢性腹睪炎呢 能不能彻底的根治 能不能治好呢 这个也需要患者呢 自我的调理 就是要减轻一些 诱发或加重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不宜过劳 少吃吸纳刺激的饮食 性生活频率 不宜过于的频繁 及时的治疗呢 料露生肢系的一些感染 感谢观看